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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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有请 龚先生38岁 来自长春经理 高女士36岁 来自长春各地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好好好 龚先生特别能喝酒是吧 算是工作的应酬吧 您一般的应酬 多久应酬一次啊 一个月能有 三分之二这时间 就周一到周五都在喝 差不多 我听他们说 有一次两个人吵架 夫人要让您在酒 和夫人之间做选择 您说您选择了酒是吗 对 对啊 对对对 但是也是 当时是喝高了呢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酒醉的情况下 他们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呀 这算是真言吧 其实也不算是 因为我是一个 私企的一个酒理 我跟客户这块沟通吧 就是大多数来讲 就是应该是 喝酒多一点 我看您一直在撇嘴啊 结婚多少年 十二年 有娃吗 没有 想要娃吗 想要这种状态也要不了 十二年她一直在喝吗 是的 经常为喝酒吵架是吗 我们经常吵架 您知道我们就是 我们之前认识的时候吧 就彼此都挺认可彼此的 然后我们就想 可以组建一个家 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然后为此我们就是 之前在一个单位工作 然后就为此就是 分开了 各自找工作了 她呢就选择这个行业 然后就一直喝酒 我也不是说反对她喝酒 但是你有应酬的时候 小酌一下 但是不要喝大酒 大酒你说 一是伤身 二是你说 你要是万一在外边 出点什么事 你说我喝 我怎么办呢 妈妈怎么办呢 你又不是一个人了是不是 二是真的就是 您那大小的标准是什么呀 她那大酒就是 每次都让人送回来 不送回来就丢了 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 然后她才喝酒呢 真的我一听到她喝酒 我就特别来气 我就感觉 我自己都能听到 我自己肚子里长气的 那嘶嘶嘶的声音 就自己在家我就哭 我弟弟就跟我打电话了 其中我弟弟听出 我声音不对了 他就来我家了 再来我家 她路上回来的时候 就把她给捡回来了 有人都丢外边去了 我跟你说 喝酒我知道我喝了很多 但是后续这些事情 我自己肯定会安排好 我为什么要喝酒 那最开始 咱俩再开始在饭店的 我俩最开始是在饭店认识的主持人 我们两个吧 家庭的背景都不是很好 都是属于单亲家庭 她也一个母亲 我也一个母亲 我知道就是说 我俩最开始在结合的时候吧 生活非常的苦 选择一个行业的 并不是代表 她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 因为没有办法 咱们需要生活 咱们需要经济基础 对吧 以前咱们挣600块钱 过得很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 咱们想得非常的单纯 我俩出对象出了6年 结婚几了12年 18年的生活 如果说咱们18年的生活 再固有着那种 以前那种思维模式的话 你想想 咱们现在的生活 有多艰难 我不是说反对你喝酒 我是说 那你喝酒 你自己有个度吗 那你现在喝酒 不仅就是丢人丢在家 你都麻烦到别人了 有一次你知道吗 主持人 她同事给我打电话 说嫂子呀 你来接一下我哥吧 那个在单位呢 自己回不去了 我就去了 我去了可可好 看到她的时候 我是真的又生气又心疼 你知道吗 然后两个同事 在那守着你 都关店了 她在那门口 那个一个椅子上 在那躺着 不回家就在那睡 然后我去了 同事说 嫂子你自己好像 整不回去 我们帮你送回去吧 我一守着状态 我也整不动她 我说这样吧 麻烦你们帮我 把她送到对面的宾馆 开了房间 在那个屋里 也不知道那个人 咋还就醒了 非得要回家 坐了一六十三刀 给那屋吐了 吐了嘛 我说没办法了 就非得要回家 那起来回家吧 然后我就好不容易 给你整出去了 然后同事又帮着 我给打车干什么 干嘛的你知道吗 都丢死人了 是 我也不是说 不理解你 就因为这喝酒 有一次喝多回来 我说你就在我喝酒之间 你选一个吧 你二选一 人家口道更提气 坐一门起了就走了 一星期没回家 打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自由了 然后我就想 我说这日子还得过呀 我不能这样 也不是说自由了 因为每次 我喝酒喝多了吧 其实我也知道 她担心我 因为我本人是做客员的 那么我这大部分的客员呢 就是都喜欢耗这口吧 喝喝酒了 聊聊天了 说说话了 那么你要你客户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 咱们就得说 有个切入点 得投其所好 刚才妻子一直在强调说 我不是不让你喝酒 我是少让你喝酒 所以这个在一个层面上 我的感受啊 就怕她喝酒喝得太多 身体坏了 是吧 对 再一就是 你知道吗 周深 所以我们回 一星期没回家 我就想我说 日子还得过呀 我就把她给找回来了 找回来以后 人家就认为我认怂了 这回就三天两屯 就不回家了 我一打电话 我说 老公你啥时候回来呀 我谈事呢啊 电话就挂了 然后等着吧 等着过段时间 又打电话 我说老公你啥时候回来呀 媳妇我今天肯定回家啊 肯定回家 你先睡吧 我得晚 我说那我就先睡吧 等我睡到第二天早 一睁眼的 那边床是空的 人家根本就没回来 再打电话 人家就说的 我昨天硬着太晚了 我怕打扰你 为我好了 有的时候再打电话 就说 我马上啊 马上 我说马上 那就等着吧 这喝多了 就得整 这个给服饰服饰啊 等着吧 这一个马上 最起码两小时打底 就是这种状态 如此反复 回去也是生吵 翻来覆去的 总是 就是说 要么你就喝酒 喝酒就别回来 要么就是说 你宰酒 和我在中间做个选择 那你说本身 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这种工作性质 不非如果从这行我不干了 那么我转行业 是不是有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房贷是不是要得还呢 是不是 车贷是不是要得还呢 所有的一些重重的一些压力 你的月薪才在五天左右 那么咱们面对的这经济压力怎么办 我转行我是不是得需要时间 我理解你 但是我就认为 你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就有些应酬就不需要你亲自去应酬了 是我坐到这个位置上 但是有些客户我是扔不了的 你知道培养一个客户是多么难 伤一个客户是非常简单的 我得需要他们来维护我的薪资待遇 行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到这儿 因为十二年来都无解 这不就粘贴复制吗 把家里的又复制到我们舞台上了吗 这个担心身体 对吧 觉得丢人 还有什么原因呢 然后催着我要孩子 主持人说我这种状态 我能跟他要孩子吗 谁催着谁要孩子 他 他怎么认为 我有个孩子经历 就不能放在他身上了 然后总说我监视他 我怎么监视你了 我让你少喝酒 那我也是为你身体好 那我也不想让你去外外丢人 那你说主持人 我这么做不对吗 咱们男人之间 咱们说点 说点男人之间说的话好不好 你怕他跑吗 咱说实话 就是你害怕有一天 这个你认为死心塌地 跟你过一辈子的女人 有可能会走吗 你怕吧 你怕吧 咱说实话没关系 不怕就是不怕 当然怕 真怕假怕 真怕 真的害怕 真的害怕 真的害怕他走 真的害怕 行 这是第一真的害怕 真怕他走 第二个问题 现在可能真的面临一个选择了 因为你不是想稳定了吗 您是想稳定了吧 对 家庭要稳定 还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其实我相信您的说法 你们这结婚到恋爱 我听起来十八年左右 十八年 十八年 也就是两个人 从先生十八岁的时候 你比他大两岁吧 没记错的话 你今天 我是三十八 他是三十六 那就二十郎当岁的时候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有很深厚的感情 然后你讲了 过去两个人的经济条件 也不好 对 一路打拼过来 是吧 对 我觉得你一路 能在那个行业里面 打拼出来 现在愿不愿意为了 家庭的整个稳定 你再二次创业一次吧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而且我在最清醒的时候 也跟他聊过这个问题 其实说实话 我也非常的厌恶 我现在这种生活 我这十五年 我每天都是在凌晨 三四点钟睡觉 这十五年里 我每天的睡眠时间 有在四个到五个小时 那么吃饭的规律 更不用提了 根本就没有吃饭规律 所以说我现在 我也特别厌烦 我现在这种工作环境 包括客人 因为在喝酒的时候 就像您主持人 您主持人家 酒后吐尊炎 所有的人在我 在我跟他在喝酒的时候 交谈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有的一些 所有的心理委屈 都会向我去诉说 而且我也知道 他们的难处 我也知道他们的苦处 但是我心里的这话 我能跟谁说呢 我心里的苦 我能跟谁说吗 那么我也需要去释放 我内心的一些 种种的一些压力 不是说我非得 我就像你所说 我是个酒梦吧 我喜欢喝酒 不是那样 我也不想喝酒 我也知道 我喝酒喝多的时候 我瞅得净的时候 我也特别烦我那种 那种 那个样子 我也特别烦 但是有些时候 我跟你讲 事事不会随着你的心愿去走 我跟你讲过 我说你给我一年和两年的时间 因为咱们在长城 刚刚买完房子 压力特别大 而且咱们两个母亲也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也不好 这都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收入的 那么我现在的工资 虽然说我工资现在不是很多 对吧 在一万左右 但是咱们最起码的最低的生活保障 咱们能维持 如果说我现在转行了 你告诉我能干什么 我初中没毕业 要体力没体力 要思想没思想 要技术没技术 那么你是不是得需要 我有一个实现的过程 你让我重新去选择 我重新接触一个新鲜事物呢 我也想 我想的很多 我不是不想 我问一下妻子 就你听她说这段话 你觉得更像是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一些行为的一个辩白 还是说她这话里面 其实是有真诚和真意在里面 有没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 有 我没有改变 不是我没有狡辩 那么你应该很羞辱 不不不不不 我每个月的工资 等一下 我为什么说你不用打断我 就是我怎么看这事不重要 是你夫人怎么看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问她 她给我的答案是 她听到的是真诚在里头 所以你招什么急呀 你现在所有的理由就是 我面对生活 我对此迫不得已 我只能这样 是不是这意思 暂时是 这个时间还要多久 一年吧 怎么样 今年也得过去 一年以后干嘛呢 其实还没想 因为现在我也在 现在我也在跟 沈阳的一些朋友也在联系 因为现在吧 我也看了一些 就是什么抖音啊 包括快手啊 现在他们就是在网络代销啊 然后这块我也跟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嘛 就是基础面特别广 什么样的朋友都有 正好在沈阳那块吧 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在快手上一个代购的 代购化妆品的 我们现在也在联系 而且我私下里呢 也在为转行这块 也在做动作 但是这个东西必须得说 咱不是说十拿九稳吧 最起码也是 下一个问题很简单 关于转行 做动作这些事 你有没有在清醒的时候 跟他沟通过 跟他沟通过 他知道 聊过吗 聊过 聊过 那你信吗 不信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改变 不信是吧 已经这个话题 已经聊了很多次了 很多年了 人尽中年啊 生活其实都有压力 咱们你看 今天没有人跟你讲 一个大道理吧 到现在为止 咱们就是心平静气地 就是在谈这个事儿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 大概有一些 基本的生活礼物 和生活智慧 应该有吧 你觉得 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跑了 还能找到 这么一个女人吗 不能 所以这种关系 应该怎么办呢 难题当然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秋彼特论券 让你在喝酒 和老婆之间二选一 你竟然会选喝酒 酒还真能壮胆 但我知道 经常喝酒的人 他的心和大脑 是分离的 我相信 你说的 这还是醉话 就像刚才 你能够把死酒 如命的理由 原因 说得如此的慷慨 讲 当然男人 喜欢喝酒 最好的理由 那就是为了工作 但是不是 离开了酒 你就没有办法工作 是不是 你喝酒真的是 十分的无奈 实在是没有办法 是不是你的客户 都是酒杯一端才有客户 这当中有没有 你喜欢喝酒的成分 你心里明白 三十八岁了 一个三十七岁了 你渴求快点要一个孩子 这很正常 但是在你身上就不正常 因为你太喜欢喝酒了 我不是医生我都明白 经常喝酒 它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你们在这样的状态下 要一个孩子 那是对孩子极端的不负责任 所以这一条防线 妻子 你要守好 你刚才说 你也厌恶现在这样的工作状态 你也想改变 但是需要一两年的缓冲 给你时间 我认为这是借口 如果这一两年拖过去了 任何的承诺也就脱没了 如果你真心的 喜欢自己的妻子 在乎这个家 当机立断就做出改变 趁你今天没有喝过酒 再做一次选择 喝酒和老婆之间二选一 谢谢包红雄 来 韩老师 我之前在捕捉了一个细节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女方说了 说我跟酒 你选谁 你好不犹豫说我选酒 我觉得她情商特别高 为什么 在一起十八年了 她选了酒 她一定在 但她选了你 她就不能喝酒了 十八年的爱情 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去珍重 我看虽然说你们之间有很多的抱怨 互相之间甚至有很多的指责 但我就突然想起 我曾经听到一个别人喝完酒之后的段子 一个男的跟你一样 应酬也罢 工作也罢 喝醉也回到家 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 发现老婆不仅没有责备她换好了衣服 早餐做好了 哥在那儿 她就问她儿子说 哎哟 算我喝多了吧 我说是你喝多了 那你妈还给我做饭 还给我把衣服换好了 我说什么话了 她说我妈给你去解衣服的时候 你直接把它推开说滚开 我要我老婆 就瞬间你发现 十几年夫妻这种爱情故事 然后他们的情感 所有的负担 在那一刻就 一下就释放开 我在你们身上 我似乎隐隐约约 感觉到了你们之间的爱情是有 这样的厚度 有这样的质量 这是多少人非常羡慕的事情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韩老师 来 严老师 先生 你心里还有尊重吗 你尊重你眼前这个女人吗 你还记得当年她十八岁时候 跟你的样子吗 你现在何谈尊重 你只想把她放在家里 当个老妈子 再给你生儿育女 凭什么呀 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 你为她做了什么 你刚才那儿振振有词 大言不惭地说 我都是为了家 我们压力有多大 那是她要的吗 你挣一万和挣八千 对于她来说 有多大的差别 但你给她的是什么 你刚才说我十五年来 每天晚上都是三四点睡觉 这是正常人的生活吗 心不在这个家 只想完成在家有个安稳地等你回来的女人 就这么一个功能 外边你怎么去成就自己的所谓的事业 包括被人追捧的感受 你完全成全的是你自己啊 还要跟人生孩子 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 你像一个丈夫的样 像一个男人的样吗 我真的听了非常生气 妻子也让我特别生气 十多年了 这个男人什么样 你心里应该清楚 你在他心里的分量 你自己也应该清楚 你这样苦苦地等待 夜夜地守候 能换回来她的心吗 她刚才说的我用一年多的时间 我就换个行业回来这个家 说了十五年了 你觉得她回得来吗 我知道你们曾经有美好的爱情 谁都青春年少过 但如今你们的日子 过得让我看得真的很悲凉 老公不像老公一样 妻子不像妻子一样 这就是个欺软怕硬的男人 知道你爱她 知道你离不开她 想怎么做怎么做 想找什么理由找什么理由 所以我觉得 妻子你不能把生活过成这样 我们可以去爱 可以付出一切去爱 但是要看这个人值不值得 要看我们在这段感情中 有没有被尊重 我的建议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男士念及这十多年的感情 认为稳定的家庭 是以后人生要走的道路 请你回归 没有那个职业是天天都要喝酒的 什么职业要这样啊 而女士 你要想在感情中不这么被动 明明是她做错了 你还苦苦哀求 苦苦倒戴 那请你振作自己 我不相信你挣五千块钱 离开了她 你找不到一个挣六千的 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没有劝你离婚啊 我劝你要自立 情感上独立 生活中独立 自己去寻找自己生活的兴趣点 有意义的事情 不要天天盯着她 让她去做个酒鬼啊 上次她不是在马路边上 让你递捡回来的吗 长春冬天多冷啊 你继续喝嘛 如果不珍惜 你就让她去 如果你不珍惜自己 你就哭哭啼啼一生 所以我真的很生气 我希望女士 你今天能清醒起来 家庭我们可以努力 可以继续 但我们自己 一定要立在这里 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 好好寻找自己的价值 她喝 让她喝 不找她 不等她 该睡睡你的觉 该上上你的班 该交朋友交朋友 你看看她 愿不愿意回家 不回就算了 还给她生孩子 就这样吧 好 谢谢岩老师 曲总 你说我问你 这个男生 在台上说的所有的话 你信吗 不信 我知道你不信 包括类似的话 他已经一次一次 说得太多了 我憎我的工作环境 我讨厌我的同事 我甚至厌恶我的客人 我告诉你 他在他们面前 也说同样的话 他说一年之后 会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已经说了 好几年了吧 怎么可能相信呢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你敢不敢离开他 你不敢嘛 你明明是不敢啊 所以他才能 一而再再而三地 得寸进尺 欺负你 开始还好 有一段我听得 还算感动哦 他喝多了 你送他去酒店 他不我要回家 那会儿是你最心疼 最爱他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后面发生了什么呀 一星期不回家 经常性地不回家 你不要管我 你给我生孩子起 因为你这样 你就可以不这么关注我了 这还是丈夫呢 有爱吗 不管你十几年 还二十年 你认错人了 警醒他 他没有真正地 爱上过一个人 或者说他没有真正爱上别人 只爱自己 你看 包括他的客户 客户培养起来很难 然后伤一个很简单 对啊 你伤了你对面的 这个爱你的人 多少次了 多深 爱自己的人 我告诉你 绝对没有花点钱 如果他的客户 他的同事听到说 他哦 原来他也是在诋毁我们 他讨厌我们呀 那些人也会离他而去 最终 他会孤独中了 明白吗 但我觉得这是对他最好的下场 请你离开他 捡回来自己的尊严 这比什么都重要 明白吗 就这样 嗯 谢谢曲队 就听着挺难受的呀 跟他较劲归较劲啊 听着其实特别难受 他说我就初中文化 我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什么 我我动情不是说初中文化 还能干什么 而是说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 在跃尽了生活的无数艰辛之后 怎么就怂了呢 就是你连面对生活的勇气 都没有了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情感的厚重 不来自于所谓爱情的厚重 他们是时间和相依为命 就这两个人的生活 你仔细去想一想 是十八年的时间 是十八年的相依为命 我相信这两个人经历过 特别特别多的苦难 没错吧 对 你也吃过很多苦对吧 现在有意思的是 这个男人并不是说 他又大富大贵了 你会恨他 他没有 就他自己 在面对生活 他低下了头 向生活认输的同时 你觉得这个男人已经怂了 你就不愿意为怂男人咬牙了 他又变了 所以你咬不起来牙 其他的我先不说 你自己被生活打败了 你知道吗 你十几岁开始出来 进入到社会 养妈妈 养自己 负担一个家 难道你这么多年过去之后 你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吗 我所有的生活只有酒 没有酒就没有生活 这是你给我的一个生活结论呢 这哪里是无奈啊 这就是被生活打怂了嘛 心里还有 对吧 但是我们理性一回嘛 其实我建议夫妻双方都理性一回 你用两个月的时间 把你该割断的割断 我愿意相信 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家好 现在我就告诉你说 你们喝死了 叫为家好吗 老婆天天都见不着一个男人 这叫为老婆和家好吗 那你不就为你自己好吗 这事都不说他了 我倒觉得都冷静一下 你用两个月的时间 把自己的东西割裂掉 做一个试离婚的准备吧 就试一试离开了他 看看自己能不能生活 一个女人怎么捡回自己的尊严 在你身上是对婚姻的选择 一个男人怎么站起来 面对生活重新开始 是你对事业的抉择 好好选 剩下时间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婆 很冷静 我们由这跟这谁 一样 今夜生活 自 الت こと所值得最多最多的 不好 但是我真的 oike 治疗我们的感觉 严谅我 我跟你说 我不需要大富大贵的生活 我去想你想要我们的处心 行 谢谢两位 挺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出来 我没想明白 我输心了 我输心了 我特别输心 就至少在这一刻 大家真实地要面对自己了 对 我再回来 就男士再回来意味着我要给你承诺了 承诺不了 您就别出来了 女生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最好的结局是什么 最好的结局是说 他独立做好他的女人 他真的醒悟了 从生活的地里头爬起来 昂首往前走 如果真的还有爱 我说的真的是还有爱 感情其实看得到的 十八年人非草木 十八年怎么能没一点感情呢 不可能 如果他们还有感情 还愿意在一起 他们会幸福 比现在这样要好得多 这彼此带来的不就是伤害吗 学会独立 不管男人还是女 面对困难的时候 别轻易认怂啊 怕浙糖喝减醇 本节目由君乐宝减醇 零浙糖酸奶冠名播出 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在一起两年多了 他的变化越来越大 现在每天都是在玩 我感觉我们的关系 也越来越舒暗 他一点也不懂浪漫 从来不会考虑我的想法 我喜欢惊喜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上心过 我喜欢的东西 他就觉得我不务正义 我心里很不知滋味 他每天就是和他的朋友们 在一起 我感觉他的朋友 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 只会带着他玩 我觉得目前应该走好 面前的路 他却总和我说未来 我身边很多朋友 劝我们分手 我现在也很苦恼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李 23岁来自长春学生 有请小李 有请 女嘉宾小曲 21岁来自长春学生 有请小曲 有请 欢迎 欢迎两位 是你要来的 是吧 是我要来的 怎么了 我们两个之前 感情一直都很好 然后相处了两年 不到两年 然后问题越来越多 啥问题啊 就是我们两个 单独相处的空间 越来越少 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俩可能会 还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 还有很多 中午在一起吃个饭啊 晚上在一起吃个饭 但是后来我们俩 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女生在忙什么呀 孩子 就是我学流简唱专业的 然后就想组建一个 属于自己的乐队 平好组建去呗 然后就没跟他说 因为我跟他说了 他也帮不上我什么忙 然后我朋友就给我 先找了一个键盘手 然后还缺那个电极的手 和那个鼓手嘛 然后我就拖朋友啊 连头再拖的 就找 找这帮人 就是因为过这段 就要有一场演出 很着急 然后就找 然后他就说我没时间陪他 不是 那我也会 你为什么不找我呀 我需要的是惦记的 你学的喵记的 有啥用啊 不是 那我也认识 这方面的人 你可以跟我说呀 然后我 我可以帮你找啊 你每天你也上学 你也工作 哪有时间帮我找啊 我自己就找呗 我自己能干的事 我自己干呗 用你干啥呀 听出来了 是因为女孩自己 组了个乐队 是吧 因为组了个乐队 矛盾开始了 是吧 对 行 你现在更多的时间 是跟乐队的那些伙伴 待在一起 是吧 对 就没时间搭理他 对不对 对 那应该是几个臭男生啊 就是不止这几个人 我给他的朋友 分成了四类人 哪四类 就是第一类人 第一类人就是 他玩乐队的这些人 我刚说过了 第二类人就是 他在酒吧认识的那些客人 就是他还会去跟 酒吧里客人 去保持一些联系 第三类人就是 他在学校认识的那些人 学长和学弟 然后他们也有联系 第四类人家庭条件特别好 你女朋友多有魅力啊 你看 都这么多人喜欢 我没有安全啊 哎呀 我是开个玩笑啊 你们谈恋爱多久啊 将近两年 他应该变化很大吧 他变化特别大 就是他以前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 他出门了 包括他平时去哪儿逛逛街了 他画的都是淡妆 比较小女孩那种女孩 但是他现在浓妆厌慕 一开始就是偏向于淡妆点 因为我一人刚上大学嘛 我就觉得刚上大学 就应该给老师留点好印象 然后就画得比较淡 然后我专业就学的这个专业 然后上台演出什么的 你专业学的什么专业 流行演唱专业嘛 然后上台会需要 就是画挺浓的妆的 因为会有挺多灯光的嘛 是 是 是 然后就是 艺术系的女生 然后她就说我变化太大了 变化大是 今天你来的第一个原因 你还有别的原因吗 其实我来这原因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 我就是在她身上 我感觉我安全感越来越少 就是已经 就是我挺痛苦的 痛苦啥呀 就是我特没安全感 就是我有很多时候 我天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就她都让我失眠 恋爱嘛 就是让人失眠嘛 要不然怎么叫恋爱呢 不是 就是那种失眠 不是恋爱那种失眠 是我疼痛那种失眠 因为我觉得环境改变人嘛 因为我现在也在做代购 然后我在酒吧认识那些人 他们会在我这买东西 完全出于这种 才会加他们的微信 然后呢 她说的那种学弟了 一些学哥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嘛 学哥加你微信了 学弟了 我觉得同意正常啊 我没觉得说不正常啊 那你为啥不让我加学姐学妹啊 那你是我对象 你凭啥加呀 就是我一定要为你去 断绝跟所有一生的联系 然后你现在用你的方式 这么对我 主要是那帮人加的我呀 我也从来不主动加人呢 她的意思就是说 学姐和学妹主动加她 她能不能加 不能 为啥 她是我对象啊 就是不能啊 那你不是我对象吗 这姑娘啊 多自信啊 毕竟我俩 我是奔着想跟她 出很久去 我是奔着结婚去的 就是我 我可能会考虑很多 就是以后的事 就是我觉得 活在当下很重要啊 毕竟我还年轻嘛 就是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不是挺好的吗 没两件事 做我代购 然后出去周一啦 周三啦 周五 我们是商演的时候 然后去 然后我们再商演 周一 周三 周五 商演 周二 周四 周六 怎么安排 我还自己开了一个 周优宝 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 哎呀 你说现在的孩子这么小 你都做买吧 你说说看 对 真厉害 其实她的个人收入 也不是很固定 因为她 就我俩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家 她的家里 可能会很控制她花钱 但是后来 可能上了大学了 家长可能管得 也比较松了 就不控制她花钱了 所以说她现在 花钱这方面 也挺让我接触不了的 是这样啊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也挣钱了 我自己给自己花 我也没说 让别人给我买 我跟你说 我最害怕听到的 就是这句话了 所以说独立多重要 花我自己钱怎么着了 而且她也攒不住钱 她不考虑以后啊 哎呀 我怎么发现 现在男孩子 越来越没出息了 你看这么小一女生 她身兼几职啊 真是挺佩服的 乐队主唱 自己组乐队 这得有卓越的组织能力 才玩得起来 对吧 对 代购 需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对吧 桌游吧 厉害呀 是为了玩 是为了玩吗 这也挣了钱了呀 你也组一乐队呀 你也整一桌游吧呀 你也代购啊 不会 你看看 你不会 那你真就别抱怨了嘛 行吗 他就是控制欲太强了 他就觉得啊 你认识那些人有啥用啊 就是每次我跟朋友 处于聚会啊 我叫他来都不来 打电话就是不来 啊啊啊 不是 是因为我 我想跟你有一个 单独的相处空间 我不想涉及到任何人 我身边任何一个朋友 他都带有色眼镜去看他们 都觉得我的这些朋友 都是狐朋狗友 他都不想去认识 不是 我觉得你的朋友 狐朋狗友 是我认为你的朋友 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的 正能量的东西 咋不正能量了 就是他把你的消费关 也改了 那我自己挣钱自己花 咋的了 我问女生几个问题 哎 怎么你有那么多朋友 怎么你有那么大的魅力啊 就是 本来学艺术的 我觉得就身边朋友 比较多嘛 学艺术包括很多类嘛 就是之前在艺术 也会认识一些朋友啊 哦 然后除去那个 上专业课 也会认识一些朋友啊 学表演的啦 学钢琴 钢琴的 这跟专业有关系啊 还是跟长相有关系啊 这是跟长相有关系 还是跟性别和长相 都有关系啊 这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 咱面对这问题嘛 咱都聊得这么坦诚了 这有什么呀 为什么你身边 有那么多朋友啊 可能是因为我爱交魂吧 就是你有合得合能力 这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愿意跟你投资 干一桌油吧呀 你有什么经营能力啊 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多嘛 然后我家就垫比较火 看中了你背后的资源 是这意思吗 可能是吧 那他一开始没跟你合作 看中的是什么呢 长得好看嘛 对 俩字 刷脸 所以你得承认啊 为什么男朋友紧张啊 我确实 我 我没说你女朋友怎么样啊 真的没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咱做人咱得自己清醒 有很多人是奔着您这张脸去的 也有很多人想把他一脚踢开 变成你的男朋友 当然你是一心一意地跟他的 是吧 现在 对 你有危机感 我们理解 怎么办呢 我就没办法才来 他让你去你就陪他去呗 不是 我 我就是 因为我 我可能性格有点特殊 就是我 我比较喜欢 跟他单独在一起 你别特殊啊 他 你 你逢年过去 就给他送礼物吗 你说 不送 不送 从来没送过 就是我 我礼物的形式 也特殊 就比如说 怎么特殊 就比如说许人节了 我可能会给他做一顿饭 哎呀 你这么年轻 他不要这个嘛 那是韩非老师干的事 做顿饭 你手艺好 饭还挺好吃的 做的 但是他从来不送我东西 不是 你吃了 你还那么多挑礼啊 那女生不都在仪式感吗 那我身边朋友他们 都有仪式感 然后到我这儿就啥也没有 你身边朋友他们男朋友 会做饭吗 那我会知道 我没吃过 不是 主要是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是我 他没给我太多的时间 跟他去给他弄一些浪漫的东西 我俩在一起 待的时间越来越少 第二点就是 他什么节都要礼物 比如说情人节 要礼物我可以接受 好不好 过年你要的礼物 我也可以接受 他儿童节要礼物 怎么了呢 儿童节我送 怎么送礼物 做得到红领节啊 红领节 那送回帮帮堂 也是那个新衣 对啊 啥也没有 对啊 那仪式感 看得太重了 是是是 行 我接着问问姑娘吗 喜欢这小子啊 喜欢他什么 当时我喜欢他 就因为他挺文艺范儿的 感觉他挺憨厚 挺老实的这种的 现在呢 然后现在就感觉他 太憨厚 太老实了 啥都不送我 不是 那你还喜欢他吗 还行吧 现在 还行吧 是几个意思 这话我们怎么理解呢 都是直男 就是百分之六十吧 那百分之四十给了谁 谁也没给 就是 说过来 就是他那 他那 就是一开始 完全就是因为看上他 就是比较含厚 比较老实 然后跟我在一起 因为我这个人 比较有在乎仪式感 然后他啥都没有 就是 可能也是在一起 时间长了 有点感情有点要磨眉了 我希望他改 改点 就是说 我身份朋友 他尽可量的不要带 有次想去看他们 我希望他接触接触 我身份朋友 我身份朋友 并没有你想那么不好 可是你 你能不能也为我多多少少 哪怕一些微观的改变呀 你能不能为我也改变改变的 然后你再注入点仪式感 那样是送点花啥的 那花不了几块钱 其实我们俩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其实也没啥别 就是 都说了吧 今天都这样 你别吞吞吐吐了 快点说吧 急死我了 他住在疫情朋友家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主持人 那是这么回事 因为第二天 因为当天晚上 我们在酒吧唱完歌之后 第二天我们就要去松原 因为我在长春嘛 因为长春离松原 又有一百多公里 然后我就要去松原 去参加一个商演 我们整个月都要去一个商演 因为我们有很多乐器 那乐器也挺贵重的嘛 然后晚上就去我那个 乐队朋友家住了 但是他家比较大 是粮食一亭 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房间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后他 然后因为我们要去松原嘛 然后那个路途比较远 所以就住在那儿了 就是这么回事 哥 那哪个男朋友哪个男朋友 他也得想啊 你应该回家住呢 因为第二天 有很匆忙的商演嘛 下午一点多就要演出 我们早上八点多就要出发 他能弄一个学姐 去你们那儿住吗 各睡各的 不能 为啥 因为她是我男朋友 那一定是这个答复 你这叫爱吗 兄弟 你 你想让我们怎么帮你呢 我想让老师告诉告诉我 到底是我 是我的问题太大了 是我过分地去在意她了 还是她需要做一些微观的改变 你喜欢我 你在意我不应该呀 就是那你不能仗着我 喜欢你欺负我呀 我没欺负你啊 就你做这些事 你看别的女孩去做嘛 就是正常 如果是你但凡在意点我 你会在异性朋友家住吗 那我是为什么这样的 我也跟你说了 哪怕你在同性朋友家住也可以 这个事不是说不说的事 是你在不在乎我的事 是你对我们俩的感情 在乎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然后现在就是我俩 基本上生活 就没办法融入到一块去了 她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 白天睡觉 我基本都是白天工作 然后晚上睡觉 因为我酒吧住畅 也是晚上的工作 然后我那个桌又挖 也是晚上的工作 没办法呀 为了挣钱吗 抱怨 时间也凑不到一起 说白了就现在 没时间谈恋爱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恋爱的时间也没有了 女朋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独立的这么一个人了 你们俩什么时候约会一次啊 我们两个没有时间见面 我白天因为太困了 起 根本就起不来 都没时间见面 怎么就要谈恋爱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 就是这么 谈恋爱 你们俩我算明白 他们俩 你有什么沟通 你觉得在你心里面 他重要 还是你那些朋友重要 说实话 我觉得朋友重要一些 就是情人节 情人节我想跟他单独在一起 去吃个饭看个电影 过一个节 他也要拉着他的朋友 而且是建立在他的朋友基础之上 他会告诉我 他说我跟朋友在一起 你来找我吧 咱们几个一起过一个情人节 因为我觉得忍睹我吧 而且是男事 人 有女事 因为我觉得忍睹我吗 在一起热闹一点吗 好 你放过他吧 孩子 好不好 其实你追求你什么样的生活 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 但是对于一个喜欢你的人 你不能这么折磨他呀 我现在特别相信你 你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男人 就一般的男人已经早受不了了 你还真能忍 我不觉得他小心眼 就他真做到了很多男人 做不到的宽容和包容 你确实有点欺负他 分手行吗 我不想分手 来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女生 你欺负这个男生 已经欺负到家了 你说组建一个乐队可以理解 你去做一些社会兼职 也可以理解 你的社交朋友圈真的非常复杂 男朋友担忧你的安全有错吗 他担忧你迷失方向有错吗 没错 你刚才说 到异性朋友家过一个业 很正常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哪一个女孩子说 到一个异性男朋友家 就过个业 对自己负责任吗 我说这些话 为什么这么气愤 一个小女生 刚才一句 活在当下很重要 我的心被你刺了一下 什么叫活在当下 你现在忙到 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我请问 你又上学读书的时间吗 什么叫活在当下 就是没有任何规划 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啊 你还津津乐道 男朋友真的一点没错 他担心的是 你没有边界意识 怕你把握不好自己 怕你保护不了自己 你还来这里讨说法 我认为你最要反思的 最要警醒的是你 我想我今天说得很 你的父母如果听到 他们一定赞成 我认为你没有能力 可以去改变这个女生 你浪贤吧 好 谢谢波浩兄 哈老师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你年纪 是相对来说 在几位老师当中比较近的 况且我们都是学艺术出身的嘛 所以我倒不是像 余老师这样会打击你 我觉得你要画一个漂亮的妆 你按照自己的方式 着衣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呢 我也得时时刻刻地提醒你 所谓当下是什么 当下是一个学生 应该完成自己本分之后 让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艺术 在这种娱乐生活当中 让自己稍微地出隔一点点 但是一定在安全的边界之内 而你现在的这样子很危险 因为上大学我们有同学 跟你选择一样 在酒吧跳舞嘛 跳到我们毕业之后 没有拿到毕业证 还在酒吧跳舞 我们毕业十几年了之后 我们再打听 还在酒吧跳舞吗 酒吧都不要他了 因为永远有更年轻的人 会交替上来 等他再回头 想去拿一个毕业证 想去拿一个文凭 想要一份正常人的生活 去正常工作的时候 没有了 当时在旁边苦苦哀求的 同班同学这个男生 跟他一样 回来吧 回来吧 我们好好过日子 人家结婚生子 过上正常的生活 完全过去了 翻篇了 姑娘 想想看 你将来经历过 现在当下年轻的繁华之后 到那个境地 你能够接受 那样的落寞吗 给自己一个好的归宿和生物 好吗 好自为之 谢谢 谢谢哈老师 林老师 我们都说 自由是一个人的事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如果 做任何事情 只想着自己的感受 那就不要谈恋爱 如果谈恋爱 就一定要在意 对方的感受 其实恋爱 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 女生 你失去处处 都没有考虑过男生 一丝一毫 完全按照自己的喜欢形式 你知道你现在 已经自由过了火吗 无论是在恋爱关系中 你不尊重她的感受 不在意对她的陪伴 太过自由 还是在男女相处的 边界感上 一个女孩 在异性家留宿 你过火了 不用说 你不具备 谈恋爱的状态了 你甚至 自己的安危 可能都很难保护 所以我们要自由 但是一定要有边界 这是劝你的话 不要让自己 真的有一天 走上歧途 后悔得完了 而男生 你留恋他 我听到了 我也明白 但是 你更多的时候 在乎也是自己的感受 就最简单的女生 喜欢的仪式感 你都不愿意去作为 你反复说 我就觉得 做一顿饭是很好 那是你认为的好 当然你们两个不合适 这是肯定的 但二十出头 以后还有大把的时光 去拥有 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也希望男生 有机会 再进入一段情感的时候 多去想想 对方需要什么 多去在乎 对方的感受 这就是我给你们两个的规劝 女生赶紧收收心吧 把学业搞好 把自己的言行约束好 我没有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姑娘 我觉得你很努力 去工作 去尝试 这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边界感很差 一定要给自己敲响敬钟 你们就各自散开 各自去寻找自己吧 好吗 谢谢老师 谢谢 薛总 把这场恋爱的结局 我们基本上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说 一场恋爱来说 对两个人都是有收获的 因为结果无外乎两个吧 成功了 就是得到了爱人 失败了 就学到了经验 男生学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你对他缺乏信任 其实你不够了解这个女生 你觉得 他如果住宿在 异性的家里过夜 你觉得他会发生什么 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吗 我觉得不是 那为什么不能给他足够的信任 他喜欢仪式感 你有吗 你了解他的需求 了解他的兴趣 你了解他的圈子吗 不啊 你这么下去的话 你怎么可能 进到这个女孩的心里 女生呢 老师们说的已经 我觉得足够了 我只想告诉你 其实分寸感也好 还有得到别人的尊重 一定先要自爱自己 有没有人追你啊 有 你怎么回答他们的 就是我有对心了 但是你说在嘴上 对他们说我有男朋友 实际行动呢 好啊 我们可以去玩啊 明白吗 在那些男人就认为 你是在暗示 为什么那么多人找你 还要合作生意 开始不都是 看中你的外在吗 千万不要利用自己 一时的优势 去换取在别人 心目中的价值 那不是真正的价值 你不要陶醉其中 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因为真正的 长久的 深厚的爱 不是来自于四面八方 而是来自于身边的那个 亲人或者是爱人 好吗 就这样 祝你以后幸福 谢谢四位老师 我一直认为 这么年轻的女孩 不要化妆 她跟我说 搞艺术的不就 化个妆什么呢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 所有的艺术女生 有一个特质 同样穿一件衣服 她背的可能 就是一个帆布包 但是真有艺术气质 和真爱艺术的女生 背出来是有仙气的 咱往这个方向追求 艺术绝对不是浮夸 而是一种美丽的气质 为什么余老师那么生气啊 就是那么严厉地说你 真的怕你们是亏的 对 男生 我觉得你做得最不好的 就是曲总说的 如果你真的爱她 其实你是要接触她的朋友 要了解她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 我可以为了你去改变 我可以不限制地前进你 但是我只是希望 你能走到我的心里去看看 其实说疼不是疼 是我真挺喜欢你 我当年认识的你和现在 你不是一个人 所以说我想把你拽回 整腰回我想 跟你当时在一起那种感觉 就是你能为我 老怕做一些微观的改变 就是你能为我 老怕做一些微观的改变 一点都可以 把自己说哭了啊 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啊 谢谢 请回 请回 好了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 爆明热线是 02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 我们不收取任何用 小心被骗 接下来看看两位年轻人的选 没事 你不是还得谈恋爱吗 一会儿不谈了 没事 你不是还得谈恋爱吗 把眼泪擦干了 好好总结一下这段怎么了 加油胖哥 请回 谢谢老师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经约APP了解 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又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已婚有孩子 但是老公只是扮演了 父亲 老公和女婿的人物 而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父亲 老公和女婿 还总问我 你和孩子出去 为什么叫上我 真的很无奈 我该 既然只是一个徒友虚名 那不如就把他这个名号 也剔除了吧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过 不是挺好的吗 怕这堂喝减醇 感谢君乐宝减醇 零这堂酸奶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喝减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谢谢我们的合作机构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